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网坊 网维灭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行感 互动谈话节目《奶酪博士》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欢迎大家 欢迎 本节目由《奶酪博士》 独家冠名播出 《奶酪博士》专严 016岁宝宝珍奶酪 欢迎大家登陆 《奶酪博士》 藤月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 那今天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一位老朋友了 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认识他 他 风趣幽默 台风稳健 我老农民出了老酒馆 过了老酒门 我组成老虎队 我老家门口唱大戏 我都是老男孩 从主持人到相声演员 再到影视剧表演 他都面面俱到 实力非凡 你结婚了 啊 还有女儿 还有一个 那你上这导什么事 今日 以大来宾身份做客 你看谁来了 将与我们分享 他怎样独特的喜剧之路 三善神秘大门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有请大来宾 有请大来宾 王童 有请大来宾 有请大来宾 我这个是被子背面 您这还不如我那个 您这鞋也太帅了 对啊 您这是都是转 转啊 我的天 你没听人老话说 脚底没鞋穷半截 咱哪能穷半截 尤其来我们这儿 更能穿好点 对 尤其跟他都姓王 我就是吧 王老师是什么退休啊 王老师就是录完这期就退了 你来的是时候呢 是的 其实王童呢 早就说呢 说要来我们节目 然后呢一直呢 我们的时间对不上 但是呢 今天大屏幕一放 王老师说 呦 这王童上春晚了 请问你上过春晚吗 央视春晚上了好多次 真的呀 嗯 就是一回也没在大年三十那天上 你的意思是 参加了N多回审查 你怎么那么倒霉呢 也不是啦 也不是啦 参加了N多回审查 都一般跟谁打倒 你看 跟郭东林老师 有一小品带着我来着 嗯 跟孙涛 邵峰 都合作给春晚排过 嗯 后来 种种原因 后来 那是人家把那个节目拿下 都拿下了呢 还是光把你拿下了 人家后来 把那个节目拿下了 嗯 完了把人家那俩人留下了 然后 节目拿下人留下 那不是等于把你拿下 然后那你呢 我跟着那个节目一块被拿下了 哦 也就是说 等于人家换了节目了 大家捋一下别着急啊 就是你和他们一起送节目 对啊 后来节目被拿下 你和他们就都下了 但是他们俩又重新上了 你却继续被拿下 是这意思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啰嗦了 是他和郭东霖老师 还有其他老师 一起参加了春晚的审查 嗯 最后呢 节目和王童都被拿下了 嗯 其他老师都留到其他节目了 对是对 但是我总觉得你这话还不如他那个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有的好消息吧 听说 有娃了 对吧 而且还不是一个 哎 而且是俩 这男孩女孩啊 都是男孩 嗯 我的妈呀 那你这将来可压力够大的呀 哎呀 天呐 你看看 你生娃的时候你多大呀 跟您这么说吧 等这俩孩子二十 我就基本上快七十了 哎呀 现在这孩子结婚还晚 我特别担心这事 你说现在孩子男孩子三十岁结婚 一点都不早对吧 完了那你就 你抱孙子的事 啊 别 你现在是有时间陪孩子吗 工作上耽误了一些 但是哎 特开心 陪孩子的时候确实 这个 这是家里边的事 就是从业务上来讲 就可能观众对你印象最深的就是 过去一直跟贾玲说相声 贾玲跟你说相声 贾玲跟我完了之后就不说相声了 幸亏跟你不说相声 哎 对了 是吧 我也是这个话 又给你露原地的 我跟别人也说 我说贾玲啊 然后很多人说 都说佟哥你怎么不跟贾玲继续合作 我说你看 我是真是成就了贾玲 如果她要继续跟我合作 她没准她就没今天这么大成绩了 嗯 哎你觉得今天 今天贾玲 贾玲我觉得应该是来不了 因为她呀 嗯 实在是太忙了 嗯 我也我也比较清楚 啊 就是我们这儿 一堆人 我们这儿这个 吃饭的 和贾玲一样忙的来的太多了 来吧 不来我也理解啊 嗯 没事来的人都是咱的好朋友 对不对 那肯定 我想接人家肯来肯定都是好哥们 你想先见哪个房间的朋友 那我也别那什么 我就一号吧 一号 嗯 来您有机会提问五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 咱俩是一个单位的吧 你哪个单位的呀 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 一个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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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女的呀 肯定不是女士 肯定不是女士 肯定不是啊 那就是男的呗 第三个问题 超过一米六嘛 肯定比 肯定比曹翠峰狗 呀 我还觉得 有可能是曹翠峰呢 有可能是曹翠峰呢 他就这么说烟雾蛋我跟你说吧 那就肯定不是曹翠峰了呗 那也不一定 第四个问题 哎呀 那第四个问题很关键了 是演员吗 您是演员吗 嗯 演员 最后一个问题 哎呀难的 比曹翠峰高 还是一个系统的 看来不是我们团的 咱俩是同学吗 还非常好 不是不是 哎呦这还真 我跟你说 你刚刚忘了问一个问题 您忘了问 您是老先生吗 长辈还是同辈啊 你这问题你不问 对对对 对吧 行了你这肯定是猜错了 来吧 来你说谁吧 那就范雷 范雷 好 那么一号房间中 是不是演员范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哎呀哎呀 哎呦 哎呦 相声有点 好吃 哎呦 哎呦 姐妹儿 哎呦 郑健相声演员 与王瞳相识多年 亦师亦友 今日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相遇 将与我们分享哪些有趣故事呢 我没往团里猜了就 我真是不是团里的 你想想 我们这节目档次要不请书法家来 那对的是谁啊 对啊 对不对 这我们团人 那当然 那当然 哪是你们团啊 这是全国人民的团吧 我说这个红统电影里怎么总没我 那想不起我了 对啊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批评他 就是 这是我们长辈 刚才方姐提醒我了都 对啊 我都说了我说你问问长辈同辈啊 嗯 你跟张老师熟不熟你先说 太熟了 这是我们老师啊 嗯熟 然后呢 那个哦 是你什么地儿老师啊 我们 他是逢宫老师师弟的不是我老师吗 就是大学时候是你老师吗 哎 郑先生也去代课了 对 哎哎哎 也去代课了 但是就是我不是后来进团了吗 嗯 我跟郑先生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那你都没猜出来 我觉得关系一般 郑老师我觉得关系一般 不敢想啊 真不敢想 不敢想 我就敢想平辈的人 这个郑老师您对王同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呀 哎 王同是一个相声的一个痴迷者 而且从小就痴迷京剧痴迷相声 嗯 最后进了取校 然后还在大专班 而且毕业之后呢 跟随冯武老师身边 而且说了这么多相声和小品 还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 所以说是个娇娇者 嗯 成绩非常突出 郑先生老师 那个时候王同他们刚刚开始说相声的时候 您就认识他了吗 对啊 他们在取校 上学 呃 有点天津 而且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 然后在北京就正好发展自己 就很游刃了 嗯 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个时候他参加相声大赛的时候 您是评委吗 您有一期是评委 对 有一期是评委 对 嗯 那您会不会偷偷给他打高分啊 那还一定是很公平公 哈哈哈哈 因为你你你打不了这个高分 他就是电脑打分 给你设了很多线 是啊 啊 就是不是您想给他打高分打高分的 是是是是是 嗯 高分你打一个9.99就去掉了 没有用 对 还不如不打呢 还不如不打呢 嗯 对 嗯 当年啊王同在 因为他是从河南来到北京 是 那通过呢一步一步考这个细校 然后来的 来到北京呢 参加了当时的相声大赛 我们来看一下哦 2003年 天哪20年前呀 可不吗 妈那时候贾铃这么漂亮啊 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我一咬牙做起了生意 我一跺脚干上了个体 我卖过服装 我找过鲜货 我修过水果 我做过骨丸 我早上四点就得出门啊 我半夜三点才能回窝啊 别人总以为我是梦游 别人总以为我是小偷 多少苦咱吃了 多少醉咱瘦了 多少汗咱流了 多少钱咱弄了 啊 多少钱咱挣了 说清楚了 抠人的事咱可没干过 那当然 卖骨丸咱都告诉人 那是假的 就是 现在您再看我们家 光屯折连戒指 我都不敢告诉你们 现在咱家工房 你买了四套 一套你住一套 我住一套猫住 那还有一套呢 咱让猫干点事 咱养耗 走 滚头洗衣机 我们家买了六台 我在里面养着的鱼 我就爱看那鱼在里面摇滚 凡事屋子都装了四个音箱 好 我现在那衣装都穿不上了 关键是贾铃还有这么瘦的时候 对 好 好 怎么二十多岁 所以郑老师那个时候 您看他们就把他们当晚辈了 是吧 对对对 他们当时到了您团的时候 也算是佼佼者进来的吧 那当然 所以你们团一般进不来吧 是 这个中国 五大团招新 广播收藏团门槛挺高的 所以说把这些毕业的这个 新鲜血液佼佼者 都招募到这个团里来 当时非文化部署的五大院团 一个叫中国广播艺术团 一个是中央民族歌舞团 一个是全国总工会文工团 一个是中国铁路文工团 一个是中国煤矿文工团 这五大团联合招新 我跟贾铃在那回的招新中 考了第一名 那也就是说 其实当时您相当于在北京 就算是有一个地儿了 对 哎呀妈 老骄傲了吧 这不是好像 这有这么多老艺术家 给我们看着 那你都没猜对 没敢往哪儿猜 真是没敢往您那儿猜 哎呦喂 哎呀 郑老师你们团里边 大家对王瞳印象怎么样 您说个实话 今儿就烦您 您也退休了吧 退休了 你就是来爆料的啊 说啥就说点啥 我就觉得我们团的关系 还是比较这个单纯的 所以说我们才把我们团 都调动起来 演出了也是第一部相声剧 这是郑先生主演的 我们团的叫 风吹水面层层浪 喜剧 对 喜剧 喜剧 在这里面表现最差的是谁啊 王瞳 表现这里面表现 你们哪怕挖个坑让我跳也行 这不容易跳进 这种问题就不容易跳进来 我看你身边那是 那是贾居民 表现最差的是 贾居民 贾居民 董建 董建春 几乎都上了 那这个相声剧 应该是反响非常好吧 挺好的 完了又写了一部序曲嘛 叫《争月里争月争》 什么时候开始排啊 已经上演了 两个加一块儿演了 有百场了 百十来场了 对 百十来场了 真好吃 你能演一百场都没叫我去看看 哎呀 哪天在《争月里争》 在北京演一定 一定请你们去 哦 那谁也在里边 这个戏 这个戏 方兴平 那是宋宁吗 对 宋宁 然后 我们团的叫 那漂亮姑娘是谁 赵千惠 我们团的主持人 完了那个董建春 男扮女装 你在哪儿呢呀 这里没我 这系列 因为那个戏啊 除了 我可以说 除了我跟郑爷 除了我们 也是俩 其他演员都有闭角 嗯 就是刚才那风水水面 对 完了这个戏 我就跟导演说了 我说您可千万 您有个替换替换 你这玩意老是什么的 人家谁有个事 人家有闭角 人家可以替上 我这跟郑爷 就没闭角 哎 就她是男一号 谁能干这件事 人家是男一号 我这 你是男十七号 我这 一路才十六 对 然后 然后我们来一看 你还替乔健 船长一听 给我安排别的工作 这个您看他这个路啊 他呢 好像每一次他特别努力 攀爬高峰 然后呢 每一次呢 总是差一点点机遇 就正好是你们就没给人点机遇吗 那不是我们给不给 这个尤其说相声 或者是搞影视 你不知道在前方能出现什么问题 包括春晚 我跟你讲过我以前的事嘛 都写进大纲里边还给逼了 这很正常的事 你听天说 大年三十逼节目很正常 很正常 你开始不理解 后来我们参加时间长了 参与创作了 进入这个环境了 有人说你们这是你们权利不是 是总体需要一个大规划 你说这个我想起一种游戏来 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 有一种棋 就是往前登山的棋 往前走 往前进三步 前进五步 什么遇到沼泽倒退五步 我竟敢 我都快到了 完了敢上倒退 又倒退回来了 好 你就属于每次 对对 眼看盘盘高峰 对 你在这个春晚中 离春晚最近的是哪一次啊 那年跟东林老师那回 郭东林老师 然后呢 到哪一天才告诉你不行的 马上进入就是第二天进彩排 一进彩排 基本上就保险了 对 第二天进彩排 提心吊胆 然后 未必 就哪天彩排的后两场就给你弄下来了 然后后来告诉你不行了 你看 郭老师从来不跟我说这些 都是 你们去跟人说去啊 我才不说这个呢 完了中央台的同志 来一个呢 那个 是吧 感谢您的付出 所以说你先当于是 别说我这样的演员 这种资历了 郑先生这样的资历 那也不是哪一年参加审查 哪一年都能上 那人郑先生不像你 上师